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架擠涌的巴士上 星期三發生炸彈爆炸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至少30人受傷 一次爆炸事件發生在白沙瓦 當地的官員說 大多數事傷者是政府僱員 警方初步調查報告說 炸彈藏在巴士的一個座位下面 一個計時器引爆了炸彈 電視的畫面顯示 猛烈的爆炸將巴士完全炸毀 目前還沒有人宣稱對爆炸事件負責 當局懷疑巴基斯坦塔利班策劃了這次暴力事件 塔利班宣稱對上星期發生在白沙瓦附近城鎮 沙布卡達爾一家法院的自殺爆炸負責 那次襲擊造成17人死亡 至少36人受傷 十多年來 塔利班一直從事針對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叛活動 殺害了幾萬名的巴基斯坦人 跟本人的身體 即使被轉體 這次被轉體 生命你 炸彈不見 馬上 柱 是